陈坤呢他还有一个称号就叫做场花 就是因为拍摄电影龙门飞甲中饰演这个有着绝代风姿的羽化田而得名的 而最近呢新戏龙门飞甲正在浙江的横店赶拍 不知道在这部戏中啊 接替场花陈坤饰演羽化田的会是哪位英雄好汉呢 走进新戏龙门飞甲的片场 一个一眼就看到造型玉树临风的面缘 正是他接替李连杰出演赵淮安 你听清楚 我叫赵淮安 接下来在另一个皇宫的场景 我们发现了高虎 看他这妆容 莫非他这个角色和电影版里陈坤饰演的羽化田有何联系吗 高虎介绍自己这次扮演的全新角色 东厂大都工 为此他可是压力山大 我刚刚放了脸之后 买你刚上妆之后 有没有吓到自己 刚下的 没有吓到自己 刚上妆之后惊艳到自己 又怎么还能这样 今天这个 前面这个第一次那个 完全就是口红啊什么 那个前面就跟妖怪似的 当记者认定就是高虎接替陈坤出演敞花时 一副公主打扮的毛俊杰却爆料 他才是羽化田 这可就奇怪了 羽化田怎么还换了性别呢 突破是他是男的我是女的呀 真是太突破 因为他之前是 呃 就是一个太监 他是一个反面角色 但是 这个电视剧里面我是一个正面角色 原来陈坤的角色被高虎和毛俊杰分解了 别着急 还有猛料在后头 其实我觉得我演的是一个江湖小混混 就是陈坤在那个大漠里面 龙门客栈里面有一些那个角色 其实跟他演的公共角色 就是我们两个的一分室 听说你们三位把那个电影版的陈坤 都包含进去 对 有东西 有色感啊 但我 我这个是你们东厂的 对 确实是 他是坏成坤坤坤的那一面 对对对 我是那个位置在那个上面 对 他是江湖的那一面 江湖的那个 小混混那一面